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8号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理普京 下面来看本台记者今天早晨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国家主席胡锦涛当地时间8号晚上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 双方就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 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重要共识 胡锦涛指出 今年是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65周年 中国和俄罗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上 中方同俄方立场一致 双方要加强沟通和协调 坚决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 共同举办一系列活动 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 胡锦涛指出 当前 中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并取得丰硕成果 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良好协作 胡锦涛强调 作为战略协作伙伴 中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广泛共同利益 当前形势下 中俄应该加强相互借重 加大相互支持 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 更好维护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更好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做出努力 双方要继续加强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再上新台阶 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反恐交流合作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普京对胡锦涛应邀莱莫斯科出席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 表示热烈欢迎 认为这体现了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他表示 俄中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 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普京表示 当前两国在各领域开展广泛有效合作 在解决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积极协调立场 捍卫了两国共同利益 俄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积极拓展合作领域 不断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普京祝贺上海世博会成功开幕 认为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盛事 上海世博会不仅再次展示了中国日益壮大的实力 而且成为增进各国人民交往的重要平台